Hello 廖四季 天眼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維京人對上西西里的對決 那這場比賽我覺得算蠻經典的 算是雙步兵文明對決 但西西里他有所指甲 可以讓騎兵的防禦非常非常高 所以他是半騎兵半步兵的一個文明 那維京的話算是 公兵加步兵的文明 公兵也可以能打 雖然沒有拇指環 爛人一點 但還是蠻強的 強勢強讓他經濟很強啊 經濟好的情況下 空兵就可以出得多 自然就會搶 好 那我們稍微來講一下維京人 維京人的話步兵血量有加20% 他的封建時代就會直接送免費輪軸 城堡時代直接送手推車 算是一個非常非常賺的一個能力 算是四季帝國裡面 文明經濟最好的一個文明 我個人認為 就是綜合經濟來說的話 維京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但是他有一個非常大的缺點 就是他並沒有火炮那些的 還有火槍 所以導致他到後期 有一些科技不足的一個狀況 所以打到越後期 他其實越劣勢了 除非可以一直用那個強大的經濟 一直往對方壓在家裡 然後冶金多挖一點 用黃金砸死對手 是維京人最好的一個方式 好 那來講西西里 西西里的話 種田有額外加成 而且他的農田會多100% 非常多 再來就是他的單位 有這個抗傷害 抗外傷害的效果 那現在是減50% 之後會降到33% 算是一個正常的修正 不然西西里來說的話 他的能力我覺得算是蠻厲害的 尤其是他對抗戰矛 他的奴兵對抗戰矛 跟騎兵對抗疾兵的時候 那個減50%的傷害實在太猛了 我覺得這個修正算正常 那薩金衛隊來說的話 這個效果就其實沒那麼重要 那我們在前幾天 有在那個社群裡面有發 我對之後的改版的看法 那薩金衛隊的話有講到 他不怕這個NERF的原因是因為 火槍並不是每個文明都有的 所以他最有影響的應該是 奴兵跟騎兵 那再來就是他本身的薩金特衛隊 本來就反應就比較高一點 所以其實這個對他來說 減少C%也不算是大傷 我覺得沒有砍到一半 25%就還不錯 所以算3%來說的話 應該是不會到 不能玩的一個狀況 算是一個正常的平衡修正而已 好 那再順帶一提喔 CC的他的料望塔 是塔羅 羅塔 我不知道怎麼念 我有忘記了 就是他的那個塔 會比較大個一點 直接可以請他吃一根 哈根大絲的一個概念 跟他比大小的話 你跟CC比一定會比輸的 所以以塔攻來說 封建 西西里塔攻我覺得算不錯的 雖然他的成本貴了一點 但是也是一個選擇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怎麼選擇打吧 稍微加速一下 來看看圍巾的地圖 圍巾這邊農田 應該是比較難打一點的 因為這是開放地形 這邊 果樹被弄的機率很高 果然來了 西西里直接出3棒棒來弄這個果樹 但是這邊果樹早就圍好了 那這邊呢 這邊伐木會弄到嗎 唉呦 弄到了 直接無情開打 哇 這邊有點被騷擾到 圍巾經濟有點騷擾 也被小騷擾到一個狀況 但肉馬差點刷了 好 圍巾這邊率先上了封建時代 那西西里採光點下封建 那這邊其實圍巾的3棒棒也出擊了 裝甲也要好了 那我們剛剛開頭講到 圍巾的血量 是有多20%喔 這個步兵 看這個步兵血量是40滴而已 那看一下這邊 裝甲步兵54滴 哇 血量很多啊 其實四義帝國裡面 我覺得近戰單位 最重要的就是血量跟防禦 只要他的血量跟防禦越高的情況下 能存活才會有輸出 這是大家玩RPG 玩RO的一個概念 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在西西里採光裡面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圍巾人的步兵其實也不差 血量多又便宜嘛 對不對 而且經濟又好 所以我一直蠻推薦新手去玩圍巾人 因為其實新手最大問題就是 經濟調配可能不太好 但通常你玩圍巾人的話 可以自動補真這個問題 因為經濟人是幹爆 每次我都覺得玩圍巾人都覺得在玩發大財的感覺 這個錢真的是用不完 資源用不完的感覺 好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好這邊爆棒直接敲掉了房子 這邊房子有待修 但是這邊裝甲三隻 差得出太快了 一定要兩隻村民來 才可以守住這個裝甲進攻 那這邊三隻裝甲都拖到了兩隻村民的採礦時間 跟採資源的時間 所以是蠻傷的 而且這邊工兵也過來了 那這邊一個村民往內互打 哇棒棒直接收掉了一個村民 算爛了 一隻棒棒鑽一隻村民 不虧 好 那這邊小公也出來直接無情開射 這邊裝甲 那這邊村民被射到有點 有感了嗎 哈桶中被射沒感覺一樣的感覺 這邊小公並沒有在射村民 在射這個房子 他有點空不太來了 好 那西西里點下一集木耕一集農田 那偉京人沒有點下一集農田 應該是點了城堡之後才點農田了 通常這時候不點就不會 後面就不會再繼續點了 那西西里點農田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升級農田技術的時候 會有這個額外加一的一個能力 採集總數 我們來看一下 村民數7 8 這個漏量9 10 10 10 不好意思 從城堡時代開始才會有這個效果 二級田開始才會有 有點記錯 記錯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城堡之後的農田的發展吧 我想說 他封建就有這個效果 讓他上城堡很快 那來看一下這邊小公過來互射 應該就是當小打小鬧而已 要進攻打到村民有點困難 找到這邊趕快用前面的兵壓制之後 在家裡圍死 該圍的還是要圍一下 好更多的工兵走了過來 但是這邊一級射有點 但是右邊西西里沒有一級射 所以 圍巾這邊對射的話是有優勢的喔 射成有一個蠻大的優勢 直接追著戰馬 我跑是什麼意思 不給尊重 這邊馬上補下了一級射之後 就可以對射了 沒問題沒問題 好那由於圍技能 雞雞本來就比較好 所以這邊率先點下 這個城堡時代也是正常的 好這邊戰馬上三隻 直接跟對手七隻工兵互打 順利的把圍技能工兵趕了回去 好圍技能這邊挖金挖的蠻多的 六個人 但是六個人應該是單射箭場 就是雙射箭場的話要補到八斤 然後城堡時代的話 這少要補到十二斤喔 最少也要十一斤 那才可以點下這個彈道雪 跟這個奴兵的升級 然後補斷小弓的一個玩法 那看起來目前金礦應該還是會繼續補 好補到八隻喔 對要補到最好是補到十二隻 或十一隻比較夠用 這個黃金量 好小弓先回家等一下變身 上了城堡時代馬上點下奴兵 一升級好 對手西西里就會很難受 這邊有個時間差 但是這邊戰矛馬上點下去了 窗窗息只有四十秒 應該問題不到 而且這邊並沒有馬上變身就打進去 所以這邊很有可能什麼東西打不到 然後就被戰矛壓制住了 非常有可能 好這邊直接射 但是沒有彈道學射得非常歪 欸!就能射掉一村 我的天 好那戰矛過欄應該就鎖住了 那維晶人決定先開TC 我先開農最重要 維晶就是要發大財 好沒有在跟你 玩強攻的 雖然玩強攻也是很強 運金金很好 好那這邊維晶金真的超級好 連彈道學都點好了 然後TC也開了 雖然TC碗開了一點 這是正常了 因為你打工兵要點彈道學 本來就不太可能 馬上就造出這個TC出來 那這邊下面補了一個BK 然後來做投車 應該只是單純是要來打這個 戰矛而已 因為戰矛確實很怕這個投車的 但是如果他先開BK的話 他第三個TC會很慢才開出來 你們看這很明顯 CC裡這邊早就開了3TC了 那這邊由於開了一些有的美德關係 所以木材本來就不太夠 就開3TC就很困難 所以就會變成一個漏太多 然後卻沒有木頭可以暗村 沒有辦法蓋TC暗村的一個情況 然後呢2級 開架也升了 戰毛兵的防御是6 但是看到這邊投車過來 退下退下 這邊直接開有點傷 然後這邊直接一個高地BK 等於這邊停了 沒有鞠蓋 有意思喔 鞠蓋了 然後呢把地上TG蓋在這裡不錯 這邊可以守住金礦 然後這邊一個長驅直路 想要來直接拆TC嗎 投車直接硬砸 哎唷差點砸到 只要是砸到的話 基本上可以喊GG了 直接守不住 哇這邊村民殺了蠻多的 我殺了七村八村 火力金的村民術有稍微拉回來 但是並沒有太多領先 嗚 這邊修得不錯 直接把這個投車秀光了 好這邊來砸一下 來得幾萬 應該不能 哎唷 這個踢地板踢得太近了 好 第二台 第三台 投車過來 直接砸B字形 再躲一下 更多奴賓也補了過來 好這邊圍巾直接個爆木頭 有點慘 趕快把這個村民換成種田仔比較好 不然這個田太少很難上帝王時代 這邊沒砸到 再來一發還是沒有 哇那目前CC裡 哎唷這邊換一台 再換嗎 哎唷直接射掉 這邊想要硬敲這個城堡 但是被抓包 投車再過來 這蓋得起來嗎 你太硬要了吧 哎唷 又砸了一下 能嗎 先換 高打低 能嗎 沒打到 再修一波 哇塞毛倒一大堆 好這邊城堡 蓋得應該是比較快 哎沒問題 居然被CC蓋起來 還吃了一發投車 瞬間倒一堆 哇兩邊損失都非常慘重 好那這邊CC開了4TC 很無形 那開4TC的代價就是 帝王時代會晚上一點喔 好那這邊 圍擊已經上了帝王時代 投車互打 好再砸一下 哎爽 再賺一台投車 這邊投車過來看一下 這邊有城堡 但還沒有蓋起來 投車過去想要來解 但是有看到嗎 這邊有瞭忘技術應該是看到了 應該是有看到了 應該是有看到 看一下 沒看到 有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了看到了 你終於知道了 要提地板嗎還是直接 沒提地板 好沒關係 沒提地板但是插過 然後直接弩兵射掉 沒問題 好那把世界再重打開一次 那這邊城堡蓋出來之後 我不確定 CC裡是會打什麼 因為我覺得CC裡這邊打 寶兵的話 優勢並沒有那麼巨大 因為血量上是輸 維京人的 而且維京人的攻擊力更高一點 但是這邊好像是要來打這個品種 應該是要打奇兵 那如果打奇兵的話 維京只要點下球掌 銀冠 就對奇兵額外增加傷害的效果 那就會很傷喔 步兵打奇兵額外傷害 是非常猛的 而且這個加成 黃戰士也吃得到 那就要特別小心這個能力 但也要看維京會不會點下這個能力 去克制對方的奇兵 欸 這邊開始爆狂戰士 好 那狂戰士這邊殺了蠻多隻的 那確定 城堡時代是要來打狂戰 那這邊 弩兵直接 升這個強力護板跟化學 但沒有點一下強弩喔 強弩 黃金不太夠 黃金有點缺 因為剛剛前面按了一些多的狂戰士 所以導致這邊上的有點慢 但好像也沒差的樣子 因為那個強弩 感覺射不太到東西嗎 欸 這邊是不是可以進去 人嗎 欸 其實不行 好 這邊走走看 是不是有洞呢 好 看起來是沒洞 欸 有洞嗎 這裡有個縫隙嗎 欸 這個洞真的看不出來 到底有沒有進去欸 好像可以欸 這邊感覺可以再塞一棟房子 欸 好像是 好像是洞欸 但我已經好像沒有發現 好 這邊強弩好了 才會進去嗎 看不懂看不懂 什麼意思 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是進得去的 好 那這邊進去了 好 那這邊 城樓已經蓋好了 原來比較城樓 比較塔樓 也比較羅塔 好直接開設 啊 瞬間死去 三隻強弩 好 那這邊 重裝騎士也點下了 那就 確定是 希希里要打這個重裝了 而不是打肉馬了 那如果是打肉馬 打重裝的話 這個 球長就要趕快點 那這邊 還是要先升防禦 貨兵防禦是很重要的 好 軍陰投石機直接開閘 那現在兩台的話 這個城堡還是蠻難閘的 拉個村民過來修 還是修得起來 好 狂戰士來這邊防守一下 避免被騎士衝 好這邊出一隻 煞金衛盾 65滴血 攻擊力8加0 防禦3030 好 看一下狂戰士體質 攻擊力12 防禦是1 1加1加1 這邊是有點易防 所以 防禦來說 希希里是比較高的 但是如果點下金銳之後 血量他就可以反超這個煞金衛隊 哇 這煞金衛隊還是很硬 怎麼看都覺得煞金衛隊很強 算攻擊力就是真的低了點 就8加0 然後狂戰士就多4攻 那這樣子 總體來說的話 煞金衛隊互打狂戰士的話 還是會輸 原攻擊力是少一點 好那這邊看來希希里是有經過精密的計算 直接出了騎士 好這邊騎士連鎖指甲也點下 哇靠 很硬 遠防疤 哇強奴射得很軟 沒什麼帶扣血啊 他射了兩發擊火 超肯射了11隻 好正面大量黃色直接硬扛 然後強奴直接鑽那個小洞 要不要來地下防止 第二個防止增加一下這個騎兵的輸出空間 哇騎兵直接硬吃 直接要把黃戰士吃完了 好這邊第二個防止 要來增加這個騎兵的攻擊範圍面積 哇強奴射這個 有穿鎖指甲的騎兵好難打 不過這邊奴兵的數量其實蠻大的 直接來硬吃還是可以的樣子 這個聖旅照到嗎 照不到 好更多的重裝騎士過來 英傑這邊的奴兵 應該沒問題了 剩13隻 好這邊騎兵想要直接來騷擾 但是這邊已經有城堡在防守了 好這邊騎兵也研發好 但是這邊 並沒有 點下酋長 你給我點狂戰士幫 你是不是手滑啊 你連精銳都還沒有點 你給我點狂戰士幫你釋帶 連酋長也不先點 我覺得他手滑點錯了耶 有沒有可能 怎麼會先點血量 回血這個 看我覺得這個是伏筆喔 你這個點回血 我看過 每個先點回血每個都輸了喔 好那這邊維基人 並沒有 急兵的關係 所以只能到重裝長槍兵 稍微有點弱 但是沒有關係 他本身步兵血量就加20% 所以這個血量 長槍兵是蠻多的 好那這邊騎兵同時把 對手圍禁的野精也佔了下來 哇 正面在打之後 也不忘記要去挖對手的野精 很心機 好那再開始補這個靈甲 跟這個護衛技術 來上一下這個護甲 好 騎士這邊直接把這個村民抓掉 村民完全沒有時間收穿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 在TC 在這個城堡下面 種田很危險 因為之前 痛哥有問我 在城堡下不是最安全的嗎 那其實你們看這個情況喔 你不注意還是會被吃光的 這個就是經驗啦 這單純是經驗 大家嘗試夠多就知道 在城堡底下也不是最安全的 雖然大家總說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 在C帝國裡面並不一定是這樣子喔 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危險喔 這就是C帝國 這個思維可能會不太一樣 好那這邊 綽綽直接開戳 大量的狂戰士直接咽了過來 直接硬靠 但是這邊沒有酋長的關係 所以打這個傷害有點低啊 並沒有那麼的亮眼的傷害 好這邊點下來的經驗狂戰士 三級攻也要點上了 三級攻的話 打這個 穿手指甲的西西里騎兵 效果就會好一點喔 好經驗狂戰士點下之後 數值來到了 14加4攻擊力18 哇賽 好那點下了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之後 單位就有抗招響的功能了 這邊可以直接高速量產 一大堆的煞金衛隊 防禦點下之後 大量的煞金衛隊 直接請朝而出 哇 直接要來打一波了 直接東征 但是還是有很多奇兵 直接鬧到 維京的家裡 這邊還有奇兵 維京有點弄到 不可開交的感覺 但是順利也把西西里的城堡 給拆掉了 這邊還有大量的 黃戰士 但是這個巨頭要被拆了嗎 沒有 不理巨頭 直接往你家衝 這邊防禦趕快圍死 不讓這個奇兵進來 不讓這個奇兵進來 鋸魚行頭的機怪 而且這邊是不是有洞 有 這裡有洞 哎呀奇兵過來了 好那這邊繼續在散兵 家裡的洞非常多 步兵 最不上奇兵 正面直接跟十字軍東征硬砍 但維京人打這個煞金衛隊 是有一個不錯的傷害的 因為這邊煞金衛隊還沒點下精銳 三級攻沒有好 欸這邊金衛點下不好意思 點下金衛之後 但是沒有三級攻 所以依舊是被打爆 哎呀 可惜了 等一下金衛 居然沒有等三攻 稍微有點可惜 但是這邊 還是打出一個不錯的成果 這邊確實 維健已經被騷擾到了 經濟剩下92春 但是西西里這邊還有161春 幾乎會將近一倍的經濟量了 西西里直接打出他的重裝進攻 一次性的爆發性的正面衝突 也順利拿下了一些經濟優勢 這一波西西里打得非常好 讓維京的經濟優勢完全吐了回去 但是為什麼維京還不點下銀罐 我一直在看你怎麼不點啊 看了很氣耶 反正維京對上奇兵 居然沒有點酋長 我快吐了 好 維京狂戰士直接進來硬尿農田村民 效果非常好 有點在 在顯死時 這個維京人搶村民的速度是非常猛的 跟現實中一樣 敲三下村民就躺在地上抽了 而且攻速非常快 嗚嗚嗚嗚喔喔喔喔喔喔喔 直接又死一些又死一些 好村民稍微打回來一點 但經濟差距還是有點太大了 一百四十三村打七七村 七七的村民數 還是維京的兩倍 維京直接來硬拆這個距離透視機 有點傷 而且這邊奇兵還帶出 不要遇到奇兵 這邊發布的村民也是一堆屍體啊 哎呀 好更大量的維京狂戰士 直接驗了上來 直接硬敲 好 奇兵過來 而且這邊奇兵有抗奇兵的傷害關係 所以奇兵打這個 喔不是奇兵 重裝長王兵 打奇兵並沒有太好的效果 而且還被打了回去 哇 太狠了 收村也收不完 這邊奇兵要需要更大量 才有可能打得完 而且這邊西西野的奇兵實在太多了 要來守四TC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右邊正面直接拆掉巨頭 炸基兵就是繼續往前面輸出 狂戰士要過來 但是家裡有非常多的一個城樓在 可以防維京狂戰士 所以目前維京狂戰士可能要一直回救了 不能再進攻 進攻也打不到東西 哇 這邊有個開打 直接戳 還戳不掉 還戳不完 大量的長安兵過來 還被解光 吐了 真的是要吐了 沒有酋長 的維京 就沒有靈魂啊 我已經狂戰士出來 依舊擋無下 穿了鎖子甲的奇兵 你看這個長安兵 戳這個奇兵傷害 就很明顯 這一看是沒有點球斬 扣血扣超慢的 好 這邊因為有點閃兵的關係 導致個奇兵沒有聚在一起 讓這邊長安兵稍微能解掉一些奇兵 好 右邊更大量的長安兵過來打這個 煞精衛隊 這三級衛隊防護率非常非常高 他可以打十個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血量高得非常非常的慢 長槍兵怎麼戳都只有一滴啊 煞精衛隊打這個 長槍兵的效果還是非常不錯 好 維京人再度前線壓制 沒有想要防守 但是剛剛有講到 成龍已經在這裡了 你要怎麼打 一過去就被射到滿頭都是包 然後肉馬再過來打 這邊用吉士尾城堡在防守 這邊聰明也是被打到頭破血了 而且這塊已經被對手搶了過去 維京正式斷金 不能再說維京狂戰士了 所以這邊維京打出了 嘰嘰 哇西西那波十字軍東征 算是一個關鍵 直接爆大量十字軍東征 然後打正面 大金貴隊正面點下金瑞 然後沒有雖然等三級功好 但是大量的 穿了鎖指甲的騎兵喔 衝到維京的農田裡面 騷擾一波 直接肉爆炸 所以導致肉太少 出不了更多的 狂戰士跟長槍兵 所以這邊經濟 滿明顯的 應該是鼠寶 果然 好 西西里的經濟應該是碾壓 看起來是碾壓 因為這個中階 被弄得太爆炸的維京 不然維京其實不輸西西里的經濟狀況 沒有辦法 西西里的戰術選擇 跟太平點打的實在太完美了 非常非常的好 看起來西西里 這個下修成33%的一個傷害解免 我覺得算是蠻可理的 因為50%的解免實在太多了 由於沒有點球長的關係喔 所以維京打這個騎兵上 真的是有點 信不利從喔 可能又是 也被鎖金的關係吧 所以這個球長也點不下去 但我覺得比起他去點這個 狂戰士幫 還不如去點球長 把這個經濟投資在球長上 打這個西西里的騎兵 會更好一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由於昨天工作太累的關係喔 並沒有拍片 所以我們今天會發兩部片 這是第二部片 那我們明天再見囉 掰掰